《OFDA2》 《OFD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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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D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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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早上9點 9點20分 我今天又來 OKF了 這一週是OKF的 Mahem 這週的訓練都會比較殘忍 我之前兩天已經來過了 OMG 有很多人 我已经锻炼完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记录 他最后会发给你一份邮件 就告诉你 你看 就是在对焦 在哪里上课 然后你的每一分钟 就是你的心路在每一分钟的时间 下去也够 我22分钟在心理84%以上 这就是后人的心路 然后 一共上后2013卡路里 走多少步 就是我今年的记录 今天是每一天的第三天了 其实今天是Switch Day 就是我们三个人一组 就分别在Treadmill Rower 和Wayfloor里面开始 之前呢练的是Bar 但是我发现Bar不是很简直 就感觉就是每次心率 就是不是特别高 我之前上过 我在PureBar上 然后这么算贵 学生的话是100 159 我订阅在Missouri 所以那边就是PureBar比较便宜 后来我赶到OTF OTF一个月也是159 嗯 学生是159 原价好像是169 就是不同的司律 可能不一样 但是PureBar在纽约 真的非常常会 在纽约和餐厅 都差不多要200以上吧 所以我觉得 如果就是搬到Miami来的话 我觉得就是还是算了 就是还是继续上 就是上一个OTF这样 这样 现在比较高 就每天都可以去上课 好 这样放开了 现在我已经在那个这边了 然后我现在在银路 然后看看今天想到多少 刚刚结束第四季节课 然后就我的小帽子 今天的课还是挺不正式的 我们出去慢慢聊聊聊聊 我现在头上这顶帽子 就是它前面那个发给我的 今天是第四季篇 叫Conlotion 然后就是 在跑步机上跑 就是不休息 然后在 就是一两区 一直在做深蹲 然后就做的特别多 我看一下今天的那个 今天的 我看他们做发油价 今天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 就是数据这么好了 因为我已经练了很久了 我今天数据 然后 大家看一下 就是有很多 就在绿色区 我之前就是很多 然后在蓝色和灰色 就很不好 因为就是这样的话 就训练效果不就特别好 今天消耗了五百 五百八十二 然后有二十一分钟 都是在八百之八十四 就是就是忽然进入 然后又完成了第四季篇的 所以就有了个小帽子 还有个小帽子 小帽子就是 毛巾的东西 那就是 然后但是我要决定 就是戴这个帽子 再去上课 看看你的片子是这样子 早上好 现在是八点 八点五十七分 我现在准备去 第五天的OTF 小帽子 昨天呢 昨天练完之后 觉得还是觉得 好累啊 但是 因为改造了这个小帽子 你看 上面有那个OTF的 那个 Mail Helm的标志 所以 应该觉得还是坚持一下 已经不知道去年内 不是什么 我到那边之后呢 再继续录 这一只脏的 你看 一只脏的不行 因为前面Burkey 我现在是练完了最后一天 你看 衣服真的通通都是试的 今天是 the worst day ever 就是跑步 我今天第一次在OTF 就是 Push 就是变速跑 跑了五公里 真的很多 然后 那个 在Push上 天哪 就是滑船每一次都在double 最后800米的时候 我真的都快瘫在地上了 今天真的是太累了 明天我男朋友说要上早上六点半的喝 明天是最后一天了 明天是最后一天了 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变加累 但是我已经翻药了 哇 现在我要去后铺买吃的了 我真的上到一半的时候 我都快 我都快爬下了 现在是太累了 开始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现在是 叫什么 OTF Mail Helm的最后一天 也是我参加这个 我competition的最后一天 也是我的第一天 现在早上五点 六点 我们五点多次来的 然后参加六点半的课 因为他一定要拉我六点半 后来可以上九点半的课 他一定要让我六点去上六点半的课 然后但是六点半的课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防盖霜都可以不用涂了 因为我打算就是健身完回来 就是睡个觉 睡一觉之后下午再出去 现在是早上六点的Miami 你看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我们现在带车去 Otf Otf 上最早的一节课 是早上五点五点十五 五点半 就一般五点半的人都比较厉害 我上一次就是拿到那个小帽子和小毛巾的时候 然后那个Reception跟我说 说早上五点半的课 然后就已经有很多人拿到了 但是我是就出了五点半之后的第一个 那我说你这五点半的课有selection bias吗 你说是不是 都五点半 五点半起来的人 那当然了 五点半来接受 那五点钟的一起来吧 好 刚刚是结束了还是还没结束 他们还没结束 因为上一节课 好 我们现在下车了 因为我们今天早到 今天是Bunky Sauce Day 我刚才说最后一天 但是我没有跟我男朋友讲 所以还在上车 我们是 我是三号 他是 九号 然后我后面的 还没有结束 你看就是早上五点半的人们 采访一下你 今天是美好我们最后一天有什么感受 其实心里还挺激动的 然后其实挺困难的 这一段时间其实每天坚持下来 好你闭嘴吧 只有我每天都解释下来 可是我每天上班比这个还累 我马上就要开始 就是 OK 你心情激动吗 这是我第六天了 我希望今天不要特别艰难 那你对于过去过去的五天 你有什么想法 我希望过去五天 昨天还挺难的 就是前几天的话 好一天比一天难 最后一天呢 我拉上了Terry 只要Terry要六点半才能够 你想往往过去 你对未来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想法 我没有告诉我 有什么感受 你不是很喜欢跑步啊 对的 因为跑步实在太累了 我体力是不是比你好 没有你是奈利比我好 可是我们后面喂 room 我还是做比你快 比你好 对吧 你看看你这样 你还喂 room做不好 对啊 就因为我muscle mass太多了 所以我消耗能量多好 可是我没有能量 因为我早上没吃饭 Terry 今天是你还要喂个自由天 你有什么感想呢 我觉得最后一天 没有之前挺累 因为你已经习惯了呀 我今天差不多就消耗了五百五十多卡 然后我决定消耗了六百多卡 而且昨天我在车色星座里 就是 哎呦你看 我没错了 就是车色星座有三十万 所以我们就二十万 Katherine 这个 这个装叉 装的真的是啊 现在呢 我在那个和公司剪视频 就是我觉得这六天下来呢 就是对我来说 挑战还是有一点的 虽然我已经有每天断练的习惯 但是我觉得这六天下来的话 对我来说 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那个 如果大家有运动习惯的话 我觉得隔一段时间去挑战一下自己 就是已经习惯的东西 就是你更加的就是变得更难 你看似一点 然后对你的身体和你的移植 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然后反正我也没有什么粉丝 这也不是个广告 就是希望大家都知道自己 适合的运动方式